本节目由5G视频手机 双方都更清晰 OPPO Reno3 Pro冠名 本节目由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独家冠名播出 抖音越玩越嗨 办案脑洞大开 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APP赞助播出 奥利奥 探案路上黑白通知 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 发现真相 发现更赞的自己 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芒果好物 霍明珍专属产品 东西是我的 但凶手不是人家啦 你敢怀疑我 老夫可没说我 昨日 我一出门就见到 我来说 见到格格失魂落魄 我 到底谁是真凶呢 像抖音APP搜索话题明星大侦探 走条视频下留言 猜中真凶且简赞数前五名的用户将有机会获得 无人机 笔记本电脑 相机 抖音周边的惊喜好礼 本节目一共六位明星玩家 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 分别有侦探 嫌疑人 真凶三种身份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 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 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酬金 每期抽取角色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 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 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 侦探若两次都投对 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金条 其余玩家须规管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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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刚刚转来的 著名的北方慢车吗 没错 难道您就是传说中 车速无敌的 萨车长 猜的没错 整条铁路线上没有人不认识我 知道为什么这辆车叫北方慢车吗 为什么 它曾经创造过一个奇迹 用了七天七夜 从二环开到三环 创造了一个新的速度记录 等一下 无人能及 等一下 你哪位 我 我是厨师厨师的 这个车上还配了厨师 你是列车员 对 我是这个车的列车员 我跟总公司说过了 我说派一个稍微 帅一点的列车员 但是没想到公司派了一个超标的 哈哈哈 好 好 那个 潇洒 给你的鸡腿 哦 鸡腿 你还是没有忘记鸡腿 对 为什么车长没有这样的待遇呢 他握着的 他握着的不是鸡腿 他是个姑娘 哈哈哈 这个姑娘的味儿有点 我有一个习惯 在我每天开工之前 我都会用 OPPO Reno3 Pro 拍一段VLOG 哈哈哈 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就是Vlog 哈哈哈 今天早晨 纪念一下我第一次搭乘这辆传奇列车 真的很防抖啊 多么复古 好 各位 十点半准时开车 好 当然这辆北方慢车 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和这辆慢车相匹配 嗯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让观众用两倍的倍速 才能看到我们正常的举动 哈 哈 哈 我 哈 我们上车准备出发吧 好 烈车掌斜 你 我的老公像个人天烟火 我的老公 老婆 老公你的手好软啊 哎呀 你拉的是我的衣服 老婆 不好意思 今天会不会有什么 鸡 鸡腿便当 看 这个火车 就是我为你承包的 你就是我的车王 我的 人类 我也快不行了 好冷啊 老婆 你千万不要感冒了 没事 你就是我的感冒灵 暖暖的 哎呀 你们俩别虐狗了 你知道我的超能力是什么吗 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超喜欢你 你也是去蝴蝶谷的吗 哎 你是谁啊 这人没什么礼貌 那我们上去 他们说我们上去吧 我已经被你们虐得浑身发抖了 各位旅客朋友大家好 本次列车是由东野站开往蝴蝶谷的北方慢车号列车 还有三分钟就要开车了 请还没有登车的旅客迅速登车 祝您旅途愉快 尊敬的各位旅客 各位好 欢迎您搭乘北方慢车号列车 我是车组无人能及的撒车长 我携全体车组人员 乘务员潇洒 大厨好张 皆成为您服 本次列车已于1月31日上午10点半 从崩岭站出发 2月1日下午1点20 京亭蝴蝶站后 将于2月1日晚7点 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蝴蝶谷 您可以在中午12点之前 前往位于7号车厢餐厅的厨房订餐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但我们的旅途却是超速的 祝各位旅途愉快 祝您好运 方便命活退堂凤爪 瓜子 花生 啤酒 应有尽有 有没有需要的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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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长 死人了 什么情况啊 看看 在探车 发现了有一具 死者不明的尸体标准 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把窗户打开扔出去吧 好 我们大家继续开心的旅行吧 来来来 这个我个人认为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啊 啊 还是我们走吧 我是从别的车转过来的 但不是第一天 那你是开火车的人吗 我刚才是在驾驶火车 现在呢 所以现在谁在开车啊 所以现在是自动驾驶 是自动驾驶 我先告诉大家 现在发现的情况 对 非同寻常 我是这列车的车长 只有我 能够从时间上 完美地排除在外 走了 走了 现在呢 我作为侦探 带领大家 把这个案件的真相 寻找一下 好不好 好 社长 他应该是逃票上来的 真化学通缉令 应该是他 死者的 我觉得得确定一下吧 还挺沉重 哦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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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叫真化学 出生于1970年 死人涉嫌多项罪名 2002月31日上午 在M市铁路边边大院 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自疑人死亡 疑人总仓 突然转到地方财劳中 重大嫌疑人真化学 此后立即搭乘北方慢车 畏罪检逃了 检逃当天下午 真化学一试用其私人调配的化学品 导致了重大火车事故 2020年1月31日下午13点05分 我们的车刚刚从东宁站出发 是往著名景点蝴蝶谷的方向驶去 在车上发生了一起命案 就让我带领各位 来侦破这个案件 我们对一下车上的乘客 何素 男25岁 六车包间一 郝晨27岁 就是我 六车包间二 你跟我们的厨师是亲戚吗 为什么也姓郝 对 这是我的第一名 我们的厨师叫郝张 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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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证拿来看一下 我是车王的女人 你管我这么多 你要叫我一些老板娘 是车王的女人 那就叫车女 潇洒是列车的乘务员 接下来我们请到五车厢的休闲区 我们坐下来好好的 询问一下各位 矿车 其实北方慢车并不慢 现在正在自动驾驶模式 而且你感觉不到 你以为他停着吗 其实他在开 你以为他在开吗 其实他停了 接下来呢 我想问一下 你们和死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包括你们各自的身份 从你开始 我我是考张 我是这个车上最敬业的厨师 我拿手绝技 鱼腿该犯 就只会做这一道 这么流利的头条 对对对对 就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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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病要犯了 所以你在这趟车上工作了多久 我就是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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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行了 一下哈哈哈哈哈哈 是是是是是是三年三三年 我我跟死死死者 没没没没 没可能 没没什么关系 呃 哈哈哈哈哈哈 呃跟死者没有任何关系 呃 有没有可能没有关系 双重否定表肯定 拖出去打 哈哈哈哈 接下来好 我叫潇洒 我在这个车上工作了三年 是这个车上勤勤恳 任劳任怨的列车员 我在江湖上有个称号 最强右手 你的左手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要这么突出自己的右手 我的左手他 发生了一些变故 对不太自然 所以这样吧 稍后我们再来了解你的左手的问题 好的 你的名字叫 潇洒 这个名字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 因为你叫潇洒 我叫小洒 这样我们走出去粉丝会傻傻分不清楚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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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萨萨你放心绝对分得清楚 你们俩今天穿的车是同款 看起来 完全不一样 对不一样 哈哈哈 但就这么说这个名字也不合适 你知道销是啥意思吗 哈哈哈 看谁不舒服就销谁 你销啥你是啥意思 哈哈哈 你销谁呢 哈哈哈 当然我也听过这个服务员的一些江湖传闻 什么 他要脾气急起来不光削车长 他连火车站都削 简称削站 这个有点感觉天衣无缝的感觉 好精彩 太牛 说说吧 跟死者啥关系 我不认识他 我根本不认识他 好 这边 你是车长 我呢 他是车王 我是车王 这个车呢 是我名下的产业 加上这辆车 其实我总共有十辆车 今天呢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呢 我们就坐你这个车 我们两个想去蝴蝶谷 结果没想到 就发生这个杀人案件 所以说希望你作为车长 赶快调查清楚 你跟死者是 我见过死者 有一面之缘 不认识 我见过 但是呢 车上的人其实有很多我都认识 这位好脏 这位潇洒 包括这位和素 以及我的太太 我们五个人是同学关系 但另外最后这个人 除了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之外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他正在拍你 你说他是野生动物摄影师 你们五个是同学 我们五个之前是同学关系 但后来大家毕业之后呢 就开始各自的工作了 好 但你上车的时候见过死者一面 我见过死者一次 好的 来吧 我是车王的脑婆 不漂亮 我的特点就是我笑声特别大 嗯 笑着我呃叫 你跟死者认识吗 认识 认识 多年前 既然认识告诉我什么关系 我不能跟你说 我能听吗 你自己把这往那上带 哈哈哈 但绝对不是戴绿帽的关系 不要担心 这位戴墨镜的 只要 我的右手呢 还能转头油门 有人跟你拼油门了 原来 只要 我的耳朵能听到排气的轰眸 只要 我的脸颊 能够感受到疾风的抽打 只要 我的这个部份 能够感受到发动机的颤抖 那我 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我是一个骑士 我叫何素 我跟死者 有着一些微妙的关系 怎么微妙能简单 描述一下吗 看着我的眼睛 你猜 此乃高人也 这位 我的名字呢 叫好陈 因为我每天都背着好陈好陈的摄影器材 去到处游历 然后拍下美丽的风景和野生动物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今天真是不虚此行 你是好张的哥哥还是弟弟 我是好张的哥哥 但是这个上车之前 我并不知道弟弟在这辆车上 我这么不熟啊你们 非常的疏远 我们性格不同 我热情开朗 他 孤僻 你虽然热情 但是你啊表达不出来 你这挺难过的 这孩子 要在心里 你的职业是什么 职业就是摄影师嘛 就是哪有活我就干什么活 你跟死者认识吗 见过 不熟 也就是说今天 刚刚见过 但不熟 对 每个人说一下时间线 从你开始 时间线 今天一早上大家轮流到我那儿订餐 但实际上餐车只有一道餐 就我只会做鸡腿开饭 所以 所以 你们如果听了车长的广播 你们应该是知道 订餐只有到7号车厢的厨房 才能订餐 10点我们上车 我一直在厨房准备食材 11点半在在餐厅见到过死者一面 我11点半见到死者的时候 甲刘正在请他喝咖啡 没带你吗 不会是我头上绿了吧 所以你没有跟他们两个人说过话 只是看到了这个场景 你没有过去参与 没有参与 但是他咖啡也是从我那儿点的 然后 我就回去准备中午饭了 直到 1点多 1点出头 出来看到他死了 你的准备中午饭的区域跟餐厅不是一块的吗 有一道门隔着 我也是10点 跟我们的厨师跟 车长一起上车 然后上车之后我就去乘务室给大家 准备食品零食 然后我11点15 见过那个死者 在哪里见过 在城屋市门口 是经过你那儿还是 经过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可疑看起来 因为他穿的破破烂烂的 而且你知道他不在乘客名单上 对吗 对 但当时我急着要 要值班 所以我就没有去追他 我想 等我那个值班时间过了 我再去 再去找他 然后到那个 13点的时候 我推着小车出来 给大家送吃的的时候 就听见郝章 然后再喊 城屋市是在几号车厢 在6号车厢 所以你是从6号车厢 推着车 往7号车厢 对 所以郝章是第一个 发现死者的吗 对 好 贾刘 说说吧 我呢 10点15 跟我老婆 吴漂亮 然后还有我们同学何素 然后我们一起上了车 11点20的时候 我去餐车订饭 你稍等一下 10点15 你们上车以后干嘛了 在我们的包间里待着 你跟你老婆一直在包间里 我有出去 各位 我老婆不知道去哪里了 11点20呢 然后我去餐车 然后找郝章同学 来点中午吃的饭 点完两份饭之后呢 我就看见了 死者当时坐在那里 我就跟他聊了两句 聊了两句之后呢 我就从郝章那点了杯咖啡给他 给他之后呢 我就回了我的房间 你几点走的 10点30我点了咖啡给他完 我就走了 然后就回了房间之后呢 就一直在房间待着 直到听到了好沾喊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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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人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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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死光了 我就出来了 然后就看见了死者在哪里了 为什么要给他点咖啡 这个能说吗 我跟他聊两句天 然后就说说那咱在那聊天 我是车王对吧 这是礼貌 给他点了杯咖啡 说再喝着咖啡聊 好 好 接下来 我10点半 然后去吹风 吹到12点20回到房间 哇吹这么久 10点半吹风 吹两个小时 你不怕上天吗 你吹那么久 这么大风越狠 然后 我的心越大 好 然后12点回到房间 就跟老公一起 死卷好放松 这两个小时你有没有见到死卷呢 有遇到 聊了一下 几点遇到的 10点半 一出来偷风就遇到死者了 对 约他去哪个包厢 吴车 我不是约他 你看这立钻戒 你这个估计不是个戒指是个发抢 不是 别闪 老公老公不要误会 在舞车遇到他跟他聊了一下 但是的确没有做一些 超越普通朋友的关系 然后呢 我就去吹我的风 你继续在原地 他就走了 他在那边 我去吹我的风 他往哪个方向走 你见过 我不知道 没有注意 因为我就觉得很 很 很郁闷 需要吹风 你这个郁闷 现在不能告诉我们对吧 不能 到你了 我十点一刻的时候 跟我的同学贾刘和吴漂亮 一起往北方慢车上面走 在快要上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然后他正好到我旁边 我就礼貌性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就穿过我们 直接上车 没有理我 然后呢 我就往回走 去到了我的车厢 在我的车厢里待着 忙我自己的事情 擦擦头盔啊 十一点五时 我去到了餐厅 订了餐之后 我看到餐厅 有一个人 他是真话学 那他跟谁在一起呢 他自己一个人 你确认那个时候 他活着 他没有趴在上面睡觉 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跟他说话 我做了一些事情 但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也就是杀了他 没有啦 怎么可能 说说你的时间线 我呢也是跟他们几乎这个前后脚上的车 因为我比他们 这个你是前脚我们后脚 对 快了一步 能说为什么你要抢着他们前面上车吗 可能我喜欢 抢先人一步吧 抢先人一步 抢先人一步 抢先一步 抢先一步 然后就回到房间 然后呢 十点五十五 听到广播嘛 就去餐车订餐 然后就发现了我的弟弟 他抢先我一步上了车 十一点十分点完餐 回到我的包厢 然后就见到了死者 他在你的包间里 对 你有跟他讲话吗 有 我们交谈了五分钟 交谈了五分钟 好漂亮 真的好漂亮 他现在这个光好 这种蜜光的侧脸 在让低头在思考 两五分钟也就是十一点一刻 高原上的藏狐 那个藏狐啊 是那种表情包的狐狸 是郁闷那种狐狸 你把你那个拍野生动物的相机放下 这个光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们身上 那种和须温暖的感觉 你脸上就西洋红 好有份啊 喜欢 所以这么说来 十一点十五分 你已经死者从你的包间离开了 对吗 对 对的 十一点十五分 你有发现死者出来之后 是往哪个车厢的方向在走吗 没有 他自己出去了 侦探 侦探侦探 因为刚好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 潇洒遇见他 他应该是往潇洒那个方向走 对 嗯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既然这个车厢里面只有我们七个人 所以我想也没必要分组了 我们大家一块去搜正宝 这些车厢里面有助于 这些 eux有很多 哎呀 这些车厢里面有个车厢里面有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探案神器 探案神器 OPPO Reno3 Pro 以往我都会说 案情高能到手抖 稳定拍摄靠Reno 但今天不用手抖 车本身就在抖 超级防抖 视频手机 5G手机 一人一步 是的 送给你们 这是我们车网 给大家的见面礼 哇 这个真的好漂亮 请各位认真搜针吧 这是我的房间 欢迎大家 我不去 那我去 我来看看这个喜欢开车的人 好 前的房间请进 我要去 哈哈 哦 潇洒的 好 不好意思了 那我就开始走 那我就去 案发现场 看一看吧 都没有人来 按照我的习惯 哦 按发现场 对 我也想来看一下 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车上我们能检检查他有没有什么 稍等一下 我先拍一下他死亡的状态 好 他喝了咖啡 他这还有个闸杯 白水啊 他这有一个多的一套衣服 你看这个 我刚才看 哦 这是一个包 他在身边那儿 真流浪 他姓名不叫真化学 他叫真流浪 MG三流大学真化学教授 真化学是他原名 这是他假身份 因为他要跑嘛 M市寄宿学校发生爆炸案 一名学生死亡 两名学生重伤 他这有一句自己写的话 如果我被抓 故事就应该在这里结束 但我现在要疯狂地活着 说的是M市学校爆炸案 2010年12月31日 2013年1月1日 2014年2月2日 2017年11月11日 检查他有没有什么外伤吗 仔细检查一下 这个看起来 其实像是中毒死的 我觉得应该要中毒吧 让他看起来 把他拿到中间来 鞋 头部 也没有事情 颈部 有问题吗 呀哈 这腹肌 目前没有任何尸体上的 其他的症状吗 死者死阴线都确定不了吗 牛奶 乘客自去 八卦周刊 麻雀变凤凰 普通女孩嫁入车王家 潇洒 老师 你的左手怎么又感觉跟刚才不一样了 又换了个手套 对 我又换了一个手套 我有很多手套 然后但是我依旧是最强右手 对 我们家这个潇洒啊 平时还有副业卖手套的 有很多手套 好 手机 有人約他來拍五百張宣傳照 問號 大老師耶 好酷喔 大家為什麼要畫弟弟 I believe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 Sometimes all you need a little push 他需要什麼push呢 這裡有一個盒子啊 有個女士的衣服啊 他多大 他是不是有個妹妹還是有個女兒啊 他為什麼要戴這個 這也不合身啊 熱浪 范特希 爸我回來了 我可不能叫你爸 你還是要打我媽 你不但打他 你還打死了他 這包是空的呀 這不可能 不可能 這包肯定不是空的 被我查到了吧 不錯 百次填世七年 跡行140的地方 我知道了 七年行驶了 七年行驶了140个 7140 时间还有五分钟 很多制服 还是满周到满讲究的人 超防抖的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记录下这一段吧 他拿了一个牛奶 他真不讲究 就对着喝了一口 这个时候是12点27 28分的时候 但是他来的时候 已经有点亮亮腔腔的感觉 他现在坐下去了 12点31分的时候 他坐下去了 还有别的神门呢 他会有点灭点 他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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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一个照片 这能打开吗 可以 手机中受到神经损伤 是一口湿 好想找回丢失的记忆 找回爸爸的脸 列车爆炸 好脏 同学 没发现那房间里边居然有一个博士手持吸尘器 非常的轻便 而且可以随时的吸衣服上的毛 轻小吸力大 用起来方便 博士发现真相 发现更赞的自己 要五百万打到这个账户上 真不浪 不然你老公会知道他该知道的 这是威胁无漂亮的 时间还剩三分钟 那名字编辑 我想 stap chan идет 请我赶紮 脸 之 这是 成功 我赶紮 这房子 最可以的 是 我赶紮 这房子 所以我赶紮 最后 去 赶紮 可能 去了 人 就是 至少 在一起 找到了一封攻击令 所以说他知道 他知道这个人 他也在找这个人应该是 车长 车长 快快 试毒 试毒试之 就在那儿 我药箱里面找到的 来 试一下 你拿手机拍着 好 拍视频 好好好 这应该是一个试剂 可以让它变色的一个原理 咖啡已经变绿了 然后是这个 还有那个牛奶 牛奶是第一罐 那个扫子那个 这两个颜色一样的 牛奶变成了蓝色 十秒斗计时开始 十九八七 剧毒 六 验毒是指 欲此毒变蓝 三 二 一 时间到 请离开现场 走了 赵赵 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记录清晰时刻 第一次集中推理 根据收集到的线索 完成推理 目前的猜测 我的两个员工 一个乘务员 一个厨师 可能在多年前 与死者有关的一起事件当中 是受害者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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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对 他伤的是左手 你伤的是脑子 哈哈哈哈 还有舌头 舌头 哈哈哈哈 我猜对了吗 今天这起案子 作为侦探来讲 太难了 我不但没有侦探助理 我还得面对六个嫌疑人 投票 实际上这是一个平面图 就是上了火车之后 每一个人的空间 5号 在前面 从6号车厢开始 6号车厢是 和尘骁 三个人是在6号车厢 7号车厢是餐厅和厨房 厨房是好张的空间 8号车厢是属于两个 夫妻 他们的独立空间 我梳理了一下 死者在车上的一个行动线 上车之后 第一个见到的人 是 在5号车厢 假留了老婆 也就是车王的老婆 王婆 是 你跑到5号车厢来吹风 你跑了大老远 第一个见到了死者 真化学 他聊了5分钟之后 11点15分 真化学应该是从陈的房间出来 继继续往餐厅的方向走 路过肖的门口 跟潇洒碰了面 所以潇洒说自己11点15分 11点50分 是核素 说他从厨房点餐出来 看到死者 但奇怪的是 核素 如果去厨房点餐 必定路过餐厅 为什么 在你去餐厅的时候 去厨房的时候 你没有见到死者 你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见到死者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疑点 大家注意他坐的位置 他是面对着厨房的位置 也就是说 我从餐厅路过的时候 他是背对着我的 我没有注意到他 但是我去完厨房点完餐 回我六号 看见他的正脸了 看到他的脸了 一看到这个脸 我浑身一记一亮 所以那是不是可以证明 死者基本上 从11点20到11点50 这半个小时时间里 都在餐车没有离开过 因为不断地有人 看见他在那个地方出现 对 但是 请各位注意 从11点50到13点05 我们发现尸体 一小时一刻钟 那么这一小时一刻钟 发生了什么 死者到底是什么时间死亡 什么时间被人下毒 作案时间是什么时候 好 接下来 请各位分享一下 你们找到的证据 帮侦探梳理一下 首先我们有请郝张 我就主要去看了一下 贾刘他们夫妇俩的那个房间 首先第一时间 把他们俩的手机给找到了 贾刘的手机上保存着 这样的一条抖音 昨日 北方慢车行驶中 发生重大事故 多节车厢损毁 造成多人伤亡 调查显示 事故系乘客真化学 私人配置的 毅染疫爆化学物品导致 遇难人员名单统计 公事如下 假车王 刘女士 肖先生 好先生 真小妹 更多爆炸案后续新闻 请下载抖音APP 关注MG快讯 应该是18年前的这个131事故 所以就是2002 对 1月31日 这起事故的遇难名单里面 出现了姓贾的 姓刘的 姓肖的 姓好的 还有姓真的 五个非常有特殊意义的名字 对 然后这个是存在贾刘的那个手机上 然后另外我还觉得有一个疑点 就是我们都认为真化学 是一个多年的通缉犯 但我们在死者的身边 找到了一个本子 本子是他过往所制造的事故的记录 他的第一页就是M事 道元小时候的事故 然后他在红字写了一行字 如果我被抓了 这个事情就到此了结了 但是我现在活下来了 我要继续疯狂地活着 你能确定这个字是死者写的吗 这个字应该是死者写的 因为后面整个记录的都是死者 做的一些行为 但是在他的记录本上是从十年前的 M事的那个事故开始记录的 并没有记录02年的那一场 所以我现在怀疑18年前 做这个事的人到底是不是他 而且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使他要疯狂地活下去 对 而且正是因为他没有被捕 他在之后才开始疯狂地活着 那也就是说后面是没有意义的 而之前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然后接着梳理那个甲刘的背景和线索 我发现它实际上是甲车王的一个私生子 它的柜子里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上面写着 甲车王后继友人 私生子死里逃生继承财产 首先这个甲车王是在1月31日 这个戏事故中遇难的 然后外界对于甲车王的遗产继承仪式 非常关注 所幸的是 甲车王在事故发生之前 对外宣布了自己还有一名私生子 在事故中 其母不经遇难 而甲车王私生子由于贪玩跑到车尾 而逃过一劫 据说这个孩子受了太大刺激 对于整个事故的记忆有点断片 那孩子几岁当时 七岁 七岁 这里面就是他1月31日的时候 上这个火车就是为了接这个私生子回来 甲车王是因此继承了甲车王的财产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关于甲车的汇款的记录 取款通知单 起点是96年1月1日 一直截止到2002年1月1日 他每年会给这个刘女士打两次款 一次是在当年的1月1日 还有一次是在6月30日 半年一次从96年开始 所以也就是给你的妈妈 对 等于是她一岁的时候开始打钱 对 之前的备注都是丈夫跑我儿子 然后到2002年最后一次的时候 备注变了 就是我已经公开有私生子的事情 31号我会把儿子接回家 正式承认他 这个是甲车王跟刘女士 登上2002年那辆列车时的故事背景 我跟我妈妈一起住 然后钱一直借到我们这儿的 当时呢就 甲车王来这边 再把我们接走的 然后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发现了 这两个人分别都被真流浪勒索着 真流浪是 真话学的化名 现在所用的名字 这两个是在发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其中一个是在一个装化妆品的箱子里面 应该是威胁无漂亮的 因为他上面说的是 我要500万打到这个账号上 账号多少多少不明真流浪 还要一台卖到断货的 Reno3 Pro手机 不然你老公会知道他该知道的 你老公 对不然你老公会知道 对 哈哈哈哈 你果然有一些该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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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有钱还是我有钱 改一下都是一家子不分你我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但是我没有给你戴绿帽子 但是我想确认一个事呢 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秘密值这个钱银行账户多少多少多少 互名真流浪账户是一样的 互名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威胁我的 对吧 这所以我猜的没错 但是上面没有钱数 一千万一千万 他威胁我要一千万 他威胁我五百 跟他要一千万 哇那你比他跪背我 哎但我不知道他跟你威胁 我也不知道他威胁你 他们俩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同时威胁他们俩 然后这所谓的秘密 是同一个秘密 还是不同的秘密 呃不同 不同 一看价格就不是同一个战族 我十一点二十的时候 我去找厨师 点餐 然后结果在我点完餐出来的时候 刚好就看见了这流浪汉坐在这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话 他主动跟你说话 对他主动跟我说话 然后呢他就说 说我知道你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想这些事情 被别人知道的话 你就光这边打一千万 然后呢 那这时候在聊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也有点紧张 有点忐忑 因为这个秘密其实挺大的 然后呢我就也要了杯咖啡 所以他告诉你是什么事了 他告诉我是什么事 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 然后呢我就把咖啡给他 然后呢我就说 好我知道这件事情了 但是这个钱 他也不说现在就要 所以说我就回了房间 你给他咖啡的时候 是不是想干掉他面孔 没有 因为我去那边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 我会遇见他 我是到哪儿突然发现 这人在这儿 他又突然告诉我说 我知道你秘密 我没有离开那个环境的情况下 点了杯咖啡给他 为什么要给他点杯咖啡 还是这个问题 给我一个我能相信的理由 因为当时我很紧张 我也需要找件事情 让我们两个的关系变得稍微 不要那么 先把他弄张 把他稳住 对我说来来那你先别着急 你先喝杯咖啡再俩慢慢聊 合理 我你知道我磨了多费劲呢 我又没有无敌的右手 我有 还有就是 他的手机上有这样一个视频 就是吴漂亮正在吃奥利奥 扭一扭 舔一舔 泡泡 奥利奥泡了牛奶 车上怎么会有个流浪汗 他看起来好可怜 他是饿了吗 来 我最爱吃的奥利奥给你吃 搭配牛奶更好吃 我吃奥利奥 但我不爱喝牛奶 但我不爱喝牛奶 习惯 我给他奥利奥 他突然对我不耐烦 那当时你认出他了吗 当他对我不耐烦的时候 我有认出他 所以你是后来认出来了 是 你给流浪汗奥利奥的时间 是什么时间 十点半 十点半你不是在那吹风吗 十点半出去我就碰到他了 等于拍到那个视频就是在五号车厢 那你是什么时间收到的那张纸条呢 十点半 是 我认出了他是谁 他也认出了我是谁 然后给了你纸条 他威胁了我 啊 所以感觉他很讨厌牛奶 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等一下会有视频告诉大家 他是专门去喝了牛奶 他是大口大口地喝了我们侧的那瓶牛奶 但他不爱喝牛奶 不得不喝牛奶 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不得不喝牛奶 但是请注意 他拿走了一盘里边四个奥利奥 然后其中一个反正前面的镜头很清晰 是炮过牛奶 对我觉得跟奥利奥一定没关 这是一定的 对对对 因为奥利奥那么好吃 谁舍得下毒 对 然后 那我就没有了 你怀疑谁啊 啊 我不知道 接下来刘 假刘 假刘 好 来 我主要看了一眼脏的房间 脏 那个房间脏吗 很脏 因为是厨房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 其实就是当初小树林里的那场意外 导致了张 寒疾 主要集中在脑部啊 诊断说 在意外中受到神经系统损伤 导致应急性失忆 口吃 反应速度慢等永久性后遗症 这是2010年的12月31日 然后 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他之前的一些什么奖状 好脏同学 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比赛第一名啊 然后一大堆奖杯啊 还有就是他现在在有那个老音口才训练 他现在其实一直在训练自己的口音 紧接着呢 重要的事情来了 大家先看我手指上这个 好绿啊 好脏啊 好绿啊 我在好脏的钱包里边发现了一张照片 是好张和无漂亮 嗯 我把这张照片抽出来之后它是一张完整的照片 然后照片里面是我们五个人 我怎么只有我跟他 他把他折起来 我们都被折起来了 我们在他的人生当中不重要 我们拥有名字 我们被折起来了 我们就像这种杂志的年刊 你知道吗 很多明星 只有大明星才会出现封面 其他会被折起来 我才应该生气了 他跟我老婆照相 把我折起来了 你你你你 不用说这么多 我只用一句话 他的故事里 没有你 没有你 没有我 没有我被冲骗你 更狠的是背面有一点点字叫 心里有你 我一有声 他撕掉了一点点 这个还有一个字 但是我当时又在想说 心里有你爸 你妹 你姐 有你鬼 所以这个照片是在 好赃的钱包里 对对 你姐是吧 你们在我的故事里 是我失忆的那一部分 哎呦呦 我应该在车底 不应该在车里 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所以他暗恋我 我心中有你已经很多年了 他怎么暗恋我呢 那个撕掉的字是什么 呃你们 心里有你们 因为发生什么事 词掉了 对 因为发生了 我们并没有得罪你 只是你确认了你对他的心意 是吗 对我 不是我们不好 是他太重要对吗 你们好不好不太重要 你傻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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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不上 啊好痛 真好痛 就好像拍了封面被折进去 你都痛 哈哈哈哈 哈哈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我我跟他还没有哦 我跟他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心中只有你 因为他自己都说了 他说是暗恋 就说明当事人并不知道 你的头发没有绿 没事 我在我遭遇的那个事故之后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自尊 失去了我对自己很优秀的这种信心 我以前是觉得我们是有可能 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走在一起 嗯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甚至我可能觉得我将来会跟他在一起 待在之后我是我是自卑的 你们说同学就是你们是当时发生事故那个学校的同学 对我们四个是一个寝室 对 你比我们玩一届 对你是我们学妹 他跟我们玩得非常好 然后我在好张的那边发现个夹子 里面有这么几幅画 第一个是画的一个父亲和两个孩子 我们注意这两个小孩 一个是穿红衣服 一个穿蓝衣服 两个男孩 对 上面写着 逃想找回丢失的记忆 找回爸爸的脸 然后第二张照片呢 是这个爸爸的脸 是一个问号 下一张照片是 在这起火车的意外中 爸爸把这个红衣服的小孩扔了出来 再下副照片是 一个蓝衣服的小孩站在这 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其实我发现好张可能 不是在这次学校的意外中试验 是说你从小就失忆了一次 我以前的那一次 只是失去七岁以前的记忆 之后我是正常 这是我记忆中仅存的两个画面 一个是我站在车前看着这个慢车号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车上发生了什么 但你为什么穿着蓝衣服呢 那时候 我不知道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就是另一个记忆片段 就是我父亲把我从车上推下来 这是事故发生的瞬间 父亲把你从车上推下来 对 对 母亲呢 不记得 对不起 我我有看到一个细节 红衣服的小孩的鼻子上面有一颗痣 那是你呀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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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红衣服的小孩是他 但是这个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好张和 好陈你们两个是兄弟对吗 是亲兄弟吗 嗯 是亲兄弟吗 怎么了你说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 就是那骑火车的事故 我跟我的父亲还有母亲 都在这个车上 然后我的父亲因为这起事故丧生了 虽说是好先生 您的父亲是 对 然后我跟母亲幸存了 那你当时和你的弟弟 有走失了 然后就是在好张那儿发现了一张通缉令 我是第一眼看之后我觉得这个人很熟悉 就是我送咖啡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然后我回去备餐的时候我一边备餐一边在想 我就找出了这张通缉令 发现他就是这个人 好张他其实是两次案件的受害者 那好张其实已经认出来了 坐在他餐吃的这个人是他两次事故的凶手 然后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的杀人动机 我出去是想杀他的 但是他已经死了 就13.05你冲出来 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死了 接下来请我的帅气的同事 潇洒 好 给我了 请潇洒帮潇洒车长分析一下 好 没问题 我在案发现场 然后这个是一个违禁品的一个清单 其他里面每一个被没收了的东西上面 都贴了一个没收的标签 但是很奇怪的一点 我搜了这个 这是剧毒 溶于液体 服用30分钟内 可致人死亡 上面没有贴没收的标签 不是你没收的 不是我没收的 这个毒药是出现在这些违禁品当中的吗 没有 是在一个桌子底下发现的 所以这个显然是偷偷戴上来的 就是没有被我们发现的 所有被发现的都应该被没收了 对 就刚好我们下午在试那个牛奶的时候 遇到那个试毒纸 它会变成蓝色 测出来了 那个牛奶是有毒的 还有一个很诡异的点是 吴漂亮的那个视频里面看到 真流浪 他不喜欢喝牛奶 所以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不得不喝下了这一瓶牛奶 对 这也是特别值得去思考的 对 潇洒找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 验读试者也是他找到的 好 然后还有就是在 凶手都是自己自爆这些重要的 在死者 在死者 在死者的 突然发现不太对 凶手的那个身边有一个那个你弄口袋 然后里面有一本八卦周刊 写的是 麻雀变凤凰 普通女孩加入车王家 现实里的童话 我估计死者是掌握了他的什么 真实的秘密 比如说嫁给我之前的一些事情 好 这就是我找到的所有的证据 你有怀疑的人吗 你现在 我现在比较怀疑好张 啊啊啊就是因为我的山东京 我我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说真化学 他过往采用的这个手段 都是跟那个化学品 爆发有关 那这次我们有发现任何 他携带来这种东西 没有 那他上车来干嘛来 我觉得是威胁人 他是要钱的 嗯 那这次是威胁人 是威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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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请 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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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吴漂亮 我跟你们说呢 因为我在 好沉的房间 找了很久 我都没有出去过那个房间 长得嘴唇都发紫了 漂亮到发紫 哈哈 首先呢我发现 这一个兄弟呢 里面还掺杂了一个 不知道是青梅竹毛 还是妹妹 What's this 那妈妈 什么 妈妈 那是个老太太 我的天哪 拿来 你那是妈妈 对啊 哦是他妈妈 最确定那对兄弟是他们 但是呢 好张 好张 好张的 好张 好张的脸被用那个笔这样画画画画画画画 所以代表他很讨厌他 哦 来 说说看吧 你跟你弟弟怎么了 为什么那么讨厌他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2002年1月31号 当时呢我跟我的爸爸还有妈妈在这辆列车上面 因为这个事故所以我的爸爸就这个丧生了 就是只有我的妈妈和我这个活下来了 弟弟呢 就没有弟弟 我的生命里其实没有弟弟 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 有一天呢 她就带回来一个小男孩 这一次事故 她失忆了 对 而且她没有家人 她的家人全部遇难了 以后这个小男孩就是你的弟弟了 这是事故发生以后 妈妈领回来的 对 我的弟弟 他的性格很开朗 而且口齿也很凌厉 所以他特别受到妈妈的喜爱 妈妈很喜欢他 所以我就觉得 他分走了我一半的母爱 或者比一半更多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反感他 就很讨厌他 对 还有呢 就是她的那个墙壁上面的照片 各有两段英文 这两段英文的翻译呢 我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 I believe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sample make you strong 杀布使你的让你更强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疯狂 就像重力一样 只要轻轻一推 照片的另外一面呢 是烟火 烟火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的理由 所以你这两句话 都是写给弟弟的吗 这是写给那场事故的 你知道这场事故 也是跟真话学有关对吗 因为看到报道 对 失去了父亲和一半的母爱 甚至一半多的母爱 所以你要报仇 人生很灰暗 对 所以你是一个疯狂的人吗 你是一个madness吗 我是觉得那个世界很疯狂 我觉得这应该描述的是 你自己的心情吧 疯狂有的时候只需要轻轻推一下 你是在给自己暗示吧 这个madness 非常指向 有一点类似于 真话学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着 从此我要疯狂地活着 这个疯狂和这个madness 应该是同一个感应 它是心中一种邪恶的 召唤 还有一个是他的手机里面呢 他这次会坐上我们这个火车呢 是因为有人邀请他 2月1号到2号在蝴蝶谷拍摄 宣传照500张 但重点是他的酬金只有200块他也来 所以他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要去蝴蝶谷 或是想要碰到我们这些人 或是想要上这个车 对 有什么人要找 好吧 你说吧 我是一个自由摄影师 有200块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一个工作了 所以我就不来 那你有想要来这里找什么吗 我就是来拍照的 纯粹拍照 对 你知道会遇到我们吗 我不知道 有请陈 我主要去了这个合宿的房间 发现一个特别不幸的消息 就是有可能合宿他不姓合 他姓真 此刻的汽笛 彻底 犹如我的心声 对 一下子哆嗦了一个 哈哈哈 不愿 不愿 一几零 因为我在那个合宿的房间 发现了一个四口之家的照片 父亲就是今天的死者 然后里面的两个孩子 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孩子 就是我们的合宿 也是两孩子 也是两孩子 还有一个女儿是真小妹已经死了 在那起事故中死了 这个是我的 继父 是继父啊 对 我两岁的时候 我妈妈带着我和比我小一岁的妹妹 改嫁给了真话学 给我起名真小弟 给妹妹起名真小妹 然后 我妹妹 后来在2002年1月31号的事故当中 丧生了 然后这个小盒里面还有两盘磁带 一盘是周杰伦的范特希 他最喜欢的一首歌 他做了标记 名字叫做 爸我回来了 喜欢周杰伦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一首描述家庭暴力的这样一首歌 然后他在这个歌词后面还做了标注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不可能叫你爸 你还是要打我妈 你不但打她 还打死了她 妈死后的那段记忆 我竟还失去了 就是说可也失忆了 2002年的1月31号不止出现了这个火球上的这起事故 2002年1月31日上午在M市铁道边缘大院发生一起故意杀人事件 这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当时是我的继父对我的亲生母亲家暴 就是专化学吗 对 在我面前把我妈妈打死的 妹妹也在 妹妹也在 但是因为爸爸打得太狠了 我就扑上去抱住妈妈 想保护妈妈 然后她就打我 就把我打拎过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 邻居阿姨跟我说 是她把我叫醒送到的医院 但我不记得 我丧失的记忆就是我被我的继父真化学打到昏迷 和在医院醒来中间这一段 我不记得 就是她打死你妈妈的这件事情 打死我妈妈我记得非常 你那时候妹妹在吗 我醒来之后 我才知道 在当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真化学带着我的妹妹 比我小一岁的妹妹 逃离 去到了开往 蝴蝶谷的这一辆车上 同时因为她是搞化学的 她利用她的化学 各种的事迹在车上制造了一起事故 造成了很多人生命的丧失 其中 就包括我的妹妹 当时她还想造成一个假象 是她自己也在 这个事故当中丧生了 她可能想通过这个 来掩盖她 杀人的罪行 打死我妈妈的罪行 杀人的罪行 但是后来很快就出了通缉令 我的天 我妈妈被打死的那天 其实她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鼓起了勇气 要趁爸爸没有回来之前 曾经反抗过吗 没有 曾经告诉过任何人去寻求帮助吗 我觉得这就是所有家暴事件当中 非常让人惋惜的一点 就是有太多的女性 或者是家暴的受害者 都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 给自己隐忍的借口 他们有时候觉得家丑不可败 觉得这是自己要消化的 不跟别人分享 所以如果说要消除家暴 绝不仅仅是让女性勇敢起来 她怎么才能勇敢 第一女性要有足够的能力 去独立 其次社会要有足够的保障 没有生活来源她怎么办 你指望她就站起来说不吗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撑 就跟你个女性说 你站起来嘛 你反抗嘛 是不现实 然后格素她喜欢 骑车到处周游 七年骑行了这个140个地方 所以我就用7140打开了 和素的手机 手机里有一个很奇怪 我也很好奇的一个讯息 就是和素一直在玩一个游戏 叫和平精英 我也经常玩 我还是四排呢 锻炼势力 我现在就有自带八倍镜的男人 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你说你那个 打开了这个和平精英 有一件事情我很奇怪 就是里面有很多女生 都想要加和素 但是她都没有 同意而且全部忽略了 那在她游戏记录里面 她只跟吴漂亮一起玩 就是我们四个被称作 学校里的校草 你们学校太糟糕了 很多女生都想跟我玩 但是我莫名的只对 比我们小一届的吴漂亮 非常的有好感 什么样的好感 跟好张的那个好感是一样吗 不一样 是暗恋吗 不是 完全不是 觉得很亲切吗 就是你知道男生和女生之间 也有一种叫友谊 我不知道你这种人 你能不能够理解 我从里面有体会过 试着去尝试理解一下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段视频 就是说在今天火车上 和素发现了打死自己母亲的继父在车上 而且他偷偷地在餐车拍下了他的父亲 所以你今天看到真化学了对吧 对 但是他发现你了吗 他没有发现我 所以你看到他想弄他吗 当晚 那你怎么弄他了 嗯 我确实是11点50才发现了他 对于我来说 我要在短时间内想到一个方式 或者找到什么东西去弄他 我有点为难 所以我在想怎么杀他 结果没想到在1.05就听到郝章说 死人了死人了 我心中一喜说 该不会是我的仇家死了 怪不得咱们那么开心 怎么过去 车车车 死人了 谁走 谁走啦 谁走啦 和素我有个问题 真化学承认的学校小树人那起事故是他造成的 嗯 他那个是针对你的吗 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是110年的12月31号 我们四个在宿舍玩 玩得特别开心的时候 有两个爱学习的同学 一个叫潇洒 一个叫好张 特别扫兴地说 我们要去玩自习呢 结果 他们在从宿舍去教室的路上 发生了一起小树林的事故 也是因为化学品引起的爆炸 难道 在这个事故当中 有三个同学 一个叫涛同学的同学 当场死亡 我们的潇洒同学 炸断了他的左手 我们叫好张的同学 炸坏了脑子 事故的造势者就是 2002年1月31号的火车事故的同一个人 真化学 我觉得有可能是针对我的 不 不 不是 小树林的那个事故 他得下面用红字明确地写着 这次事件如果我被抓了 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他是做好被抓的觉悟的 他是必须要了结一个事情 对 我一直不觉得那句话是他写的 那是谁写的 我这里有三个层面 大家想先听什么 第一个呢 是八卦 第二个是家仇 八卦吧 八卦 协定八卦好好协定八卦 其他都不重要是吧 没有 来 戒指带上 戴哪儿 头上 这绿码就按理要吗 首先在 潇洒的房间里面 找到了一个结婚邀请 成标潇洒参加 2017年6月30号 甲刘和无漂亮的婚礼 我想问这场婚礼你去了吗 没去 没去很正常事业忙嘛 但是没去却还一直保留着 两年半以前的结婚情节 在旁边 还有一个 优盘 上面写着 4 鹅鹅鹅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还能笑出鹅角 所以我相信这个鹅鹅鹅 许向向天哥 我就在想 白毛 狐狸 谁 红掌摩 星波 然后我就打开了这样一个 优盘 音频 我打开的时候正好 拍向了我们北方慢车 外面划过的风景 学着 面对孤独 义无反顾 只为你的笑容 不被辜负 无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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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辛苦 多么辛苦 只要你在身边 我就 满足 满足 不管未来有多辛苦 只要你在身边 我就满足 这歌谁唱的 这有非常好听的歌呢 是 是一位叫做肖战的歌手 那怪不得怪不得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但这个演员还演了一个什么戏呢 有一个叫 陈琴 对对对 还有还有一个戏叫做庆雨年 好 他还唱了一首什么 那个片围曲的 于年 对对对对 于年吧对吧 对对对 好 你有跟他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 所以你也是不知道的 你是跟你是一点不知道是吗 我只知道我跟他们玩的很好 他有超能力 他有钱 他有他有超能力 到后来主要是那那一起意外 导致你们两个 出现了意外 也没得选了对吧 然后呢找到了一张 我们当时学校的四个校草F4 我们的合影 大家手上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 潇洒手里拿着一把笛子 对 事实上我在现场也找到了 这把笛子 看他有个笛子 他非常爱吹笛子 对 这个笛子呢也一直被他珍藏 但是请各位注意 你看你看他的动作 再来一遍 笛子需要几只手 两只手 好 了解了吧 但他只有一只手 对 接下来 他还有一个自己的人生的 你看看 没有笛子都能吹没有手算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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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能吹转 他连笛子都鼻子都没有 都能吹出来 你还没有一只手算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可以了 他说用双手去实现幸福吧 是 第一张图就是 有一个你的正面 和一个长发的女生的背影 你们坐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你在吹笛子 第二个幸福我们看到 是他自己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图 我想请你帮我解释一下 这两张图分别代表什么样的幸福 其实是这样的 我的妈妈是一个主笛演奏家 所以是我从小是有一个 主笛演奏家的一个梦想 我很难过的点是因为 我一直想用主笛 然后来原创给我心爱的女孩告白 但是因为你的手受伤 所以导致你现在没有办法 实现你的这两个幸福了 对 其实一直我觉得说 失去了左手 所以我拼命地练习我的右手 就是想让大家 把我当正常人一样看待 首先你觉得是一个正常人 我觉得身体的缺失不代表正不正常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 可能在某些地方都有遗憾 但是呢不知道他们俩的感情 现在是不是加深他们的山中基 因为当年在小树林发生的那一起事故 让本来可能有竞争力的好张和潇洒 在这场恋爱当中 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参与的权利 于是就退出了 这成为他们的恨当中的某一层 算是 然后我们很不幸的是 在2002年1月31号的火车事故当中 他的全家也都在 火车上面有他一家父母和他的合影 写着2002年1月31 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又失忆了 又是一个失忆的孩子 我妈妈在这一个车祸里面幸存了下来跟我一起 我妈妈是说我在上车之后便失去了记忆 上车直接失去记忆 对 没等发生事故就失去了记忆 对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医院了 车祸之前 我很小时候的记忆 只记了一点 就有三个玩得很好的兄弟和一个小妹妹 我们是一起在铁道边边大院里面长大的 我家就是在铁道边边大院 铁道边边大院 我是住在铁道边边大院 你也是住在铁道边边大院 我只记得他们是我的同学 但是这些事故发生之后 对 我是在M市的学校跟他们认识的 我们记住 在铁道边边大院 有四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其实我要补充一点 2002年的那一场爆炸 虽然我的父亲是死于那一场事故 但是我并不恨真化学 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从小对我进行家庭暴力和毒打 下面我在给大家分享这个重要的时间线之前 我给大家两个小的信息点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首先第一个 哦 潇洒的 列车员例行巡查的时间是上午12点到12点半 也就是这个时间 潇洒是会在列车上巡查的 好 还有一点 在潇洒的房间旁边有一个员工厕所 上面著名仅凭员工钥匙可以打开 这个就证明所有的员工会在员工厕所上厕所 而我们所有的客人 我们的房间里面是有自己的厕所的 也就是我们除了 逃票上车的真化学之外 没有人会去用那个公共厕所 如果在公共厕所发现我们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东西 都是有问题 好 下面就是在潇洒的房间里面 发现的这个监控录像 这个对着的就是公共区的那个牛奶 一共三瓶 然后在12点25分 真化学往这边走了 请注意它亮亮腔腔走过来 打开这个牛奶了 拿了一个牛奶 他真不讲究就对着喝了一口 喝了很大很大一口很奇怪 这个时候是12点27 你看他喝完是12点半 他喝完12点半往回走 12点31分的时候都坐下去了 他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 他觉得不舒服 现在12点35分 12点37分的时候 他又喝了一口他杯子里的东西 这个你验过是没有问题的 12点41的时候 他吃了一块盘子里的奥利奥 12点46分 喝了一口咖啡 喝了一口咖啡 46分 52分 两只手骨头 好像感觉更不舒服了 接下来 哇 12点55分到现在 所以说他就是12点25那牛奶 导致他的死亡 但是我最好奇的就是一个不爱喝牛奶的人 为什么要喝牛奶 为什么要喝牛奶 他如果渴的话他面前又有水又有咖啡 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边来喝这么大一口的牛奶 对人家喝得很急 特别像是有人跟他说了 或者有人暗示了他 或者是他不得不喝这个 他为什么不得不喝呢 牛奶里面有钱吗 有可能 有人说你喝一口牛奶我给你一千万 李佳先生再来一瓶 我就分享到这了侦探 谢谢 作为车长 我必须要告诉一个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消息 明天下午我们会惊停一个蝴蝶站 但是在明天早晨6点 我们还有一站要停 叫铁路边边打转 哦 你们各自再说一下你们出来了的东西啊 你是给妈妈报仇 还有妹妹 张呢 我是给自己报仇 我也是自己为自己 所以不涉及亲人的问题 你没有家人在那个 有啊 你们只有父亲 对啊 但他不恨他恨他父亲 你恨对我恨我父亲 你的动机出来了吗 我的动机目前看来是 对 但是我的父亲也是在那个车祸中丧生了吗 他们俩动机都没出来 他威胁我 我要威胁我们 他威胁我们两个人 他拿很重要的事情威胁我们 对就是威胁 你要投吗 第一轮是要投票的吗 对啊 有没有小谱 没人帮我 我还得在六个里面选一个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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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在我心目中是最高大的 你怀疑谁 如果是我现在去投的话啊 这两个 比较可以 你要问我吗 谢谢你的意见 你怎么不问我呢 我问你吧好 问你 我觉得是 这两个 好 何素认为可能是在贾刘和好陈当中 吴漂亮认为可能是在好陈和好张当中 贾刘和好陈当中 贾刘和好陈当中 盲头 这完全是盲头 没有任何的推理 实在没办法 故事都还没出来呢 只能这么推吧 接下来第二轮搜证吧 好 加油 走吧 好 何素认为可能是在贾刘和好陈当中 吴漂亮认为可能是在好陈和好张当中 既然两个人的怀疑当中都有它 而我的怀疑当中也有它 那就选一个交集最多的吧 这个手铐好陈啊 没办法实际上叫好陈呢 跟这手铐非常般配 这手铐好陈一块儿 俩陈一块儿 接下来第二轮搜证吧 好 加油 走吧 好 同志们 搜身 我身上有钥匙吧 什么都没有 啊真的吗 哈哈哈哈 真的啦 他应该也他应该有钥匙 因为他房间有两个门两个锁没开 这个兜也太多了吧 这背后还有一兜 能不能以后不要搞这种衣服 哈哈哈 找到了 收半个小时所以我收出一个小鱼 我吃不着急先拿着 好下一个 莎莎摸我 哈哈哈哈 玩不卖光 刺牌刺狂 我的零食 我身上也没有东西 你们不要再是这样了 我们去搜镜了走 收身 搜身一把小钥匙 这把钥匙就是我寻找已久的钥匙 就在好尘的房间 到了 我们先去开他的钥匙呗 这什么呀 一个笔记本电脑 天哪 你家里也家暴吗 你家里也家暴 你家里也家暴 我家也家暴 也家暴 这个 这个啊 开了 ok 他有一个他有一个文件夹叫 madness 啊 哇 2010年12月31日 201213年1月1日 2014年2月2日 2017年11月11日的所有的 事故的图片他都拍到了 你看第一个是M市寄宿学校小树林 这个他拍到了 所有的事故的图片他都拍到了 全部都是各种的事故的现场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巧每次事故发生的那一瞬间你都在现场 因为 这是我自杀的现场 自杀 先从这个 我的这个话策开始讲吧 我从 从出生那年开始 我出生 就 在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错误 因为 在我 出生不久 我的亲生父亲就死了 然后 我的妈妈带着我 然后嫁到 这个我的继父家里 然后我的继父也是一个 有这个家庭暴力倾向的一个 恶魔 然后他每天就打我跟 我的妈妈 02年的那一起爆炸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那是我解脱的一天 就是我的父亲在 在那那起爆炸中 就死掉了嘛 我就觉得那个恶魔被 被杀死了 你说的这个人是好先生 对就是好先生 哦 他也在那一个事故当中 就死掉了嘛 有那个 死亡名单嘛 有意义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终于我可以拥有我妈妈的爱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 就是相依为命的生活下去了 那是我解脱了一天 一月三十一 重生的日子 哎呀 他有炸弹呢 他有一个炸弹防扫描特制箱 他这有一句自己写的话 如果我被抓故事就应该在这里结束 但我现在要疯狂地活着 疯狂地活着 疯狂就像重力一样 只要轻轻一推 他有一个文件夹叫Manus 这是我自杀的现场 重生的日子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一二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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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密码是 人封信 亲爱的妈妈 遗书 他的遗书 大概的内容就是他本来以为爸爸走了就可以开始好的生活 结果没想到在学校被霸凌 然后曼田的恶意他决定跟这些欺负他的人同归于尽 用这场爆炸让那些罪恶的人永远消失 那是你做的 对 那是我做的 你听我讲吗 嗯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 就是因为我的弟弟又被妈妈带到这个家里了 我又没有得到妈妈的爱 所以我一直觉得 觉得怀恨在心嘛 而且就是因为 其实包括我弟弟 然后包括我 我其实跟你们念的是同一所学校 只不过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就是大家没有人关注我 所以我每天看着你们 然后在学校是风云人物 然后没有人在乎我 然后大家反而都欺负我 所以 那一天是我的一个人生的最低潮的时间 就是小树林爆炸的那一天 那个小树林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说用这个 用这个 爆炸的方式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选择小树林呢 那是因为我经常在小树林被人欺负 那个时候一方面我是想在小树林结束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是想用这个方式 然后让他们跟我一起陪葬吧 同位意境 对同位意境 但是他们确实是我误伤的 所以之前 萨萨那个判断是对的 之前被误认为是真话学的那个笔记本 其实是你的 对 就是他他身上 就是我说 我说那个疯狂的活着 那个madness 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madness 所以你是一个疯狂的人吗 你是一个madness 我是觉得那个世界很疯狂 我觉得这应该描述的是你自己的心情吧 疯狂有的时候只需要轻轻推一下 你是在给自己暗示吧 你唯一没有说清楚的是为什么没把你带走 因为在关键的时刻我就胆怯了 对所以我就跑掉了 照片应该提前架好 准备拍自己 死掉那一刻的 但是没有拍上 我不相信你 那后面都是你干的吗 对 每次都是你 对 你说服不了我 你如果一次胆怯 两次三次拍上影了 是吧 这是炸药的意思是吧 还是它是一个特质线 防扫药 就是化学炸药 就是 哦我懂了 这个等于你过安紧的是不会被发现 对 它是一个防扫药 你带它上来干嘛 就是这是我日常必备居家旅行 早上刷牙用 居家旅行必备 居无定所啊 每天都会带着 我不相信他今天在车上 你今天在车上想干嘛 就是去拍照 但是这个是你现在非常危险 你现在没有杀人动机 你跟真化学没有交集 十一点十分回到我的包厢 就见到了死者 他在你的包间里 对 哦这是一个包 真化学身上有他的本 说明真化学知道 他是这几起爆炸案的真凶 就这几起意外的真凶 所以当他发现我 我是那后面几起案件的那个真凶 真凶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告发我 然后他他拿了本 他就走了 我能现在把你摁到洗手间里冲走吗 也能吗 也行是吧 很难 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多可怕 我知道我这个肯定是 我是一个坏人 你看误伤我们 误伤了 真的是误伤 这么好的一双吹笛子的手 你看 这么好 这么好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弟弟 对 对不起 对不起你们俩 来走 前往另外一个地方了 大家好好找一找啊 我们要我们要测这个有没有毒吗 要测一下两两瓶 测一下剩下两瓶 我去拿那个试纸来 潇洒知道试纸在哪儿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来 你拿这个 有 有吗 有有 好 其中一瓶有 天哪 这一瓶也有 三瓶全有 可以 所以你拿哪一瓶都 都是毒奶啊 哇塞 太绝了吧 毒牛奶 哎 我想问一下 这个奶是一直放在这儿吗 从早晨开始 是 是 但是我真的觉得 真话学他跑过来的时候 他肯定是有非常急切 必须要喝牛奶 我觉得有人是不是给了他一个错误信息 比如说他吃了什么东西 然后说如果你想解毒 你可以喝牛奶解毒 我觉得有可能 找一找有没有相关的说明 药品的说明或者什么 再分一下 你打你扯进 你扯他打开 摸到了摸到了摸到了 摸到了吗 哇 有条 小洒发生一个纸条 哦 读一下 举报信 MG调查局的调查员你好 今天我乘坐 北方慢车号列车 在车上突然闻到了 一位乘客的箱子 散发着刺激性的气味 我发现那个箱子里 装着一个化学 试剧调配出来的炸弹 而且他还有一个记录着十多年起爆炸的详细时间地点炸药成分 调制效果的本子 他应该就是这几起连环爆炸的真凶 我关注了一下这个人的身份 他叫好陈 说明他发现了你 要举报你 就是我我把那个化学制品带上车的时候 他为什么在我房间 就是他因为他是真化学 他就闻到了 他说感觉和十八年前的北方慢车爆炸案如出一辙 本人当时也在火车上保证不是真化学干的 说明这又不会真化学 再让我看一眼 哦对 他因为是举报性 他不能说我是真化学 因为他现在还在被通缉 对 所以他得以第三人的身份 对 匿名性 去帮真化学 也就是帮他自己洗脱这个作品 对 我们去厕所吧 这是公共厕所吧 哎你不是说只有员工钥匙可以打开吗 不是 这是公共厕所 员工厕所是员工厕所 你看门后边有什么 关一下门看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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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挥发性重金属 恶心呕吐 请问在那个空间内长期开盖放置 若吸入重金属气体 会导致头和脑胀 恶心呕吐的症状 需及时就医 这是你没收的 这是没收掉的一个东西 有人把没收掉的东西拿走了 对 但没收的箱子是在公共空间的 重金属 中毒 喝牛奶解 是可以的 喝牛奶是可以解 一定还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 他知道自己吸入了什么 他是化学家 对 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但关键是 他怎么知道自己吸入的是重金属 他是化学家 他能闻出他那个化学化学药剂的味道 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都上面贴着给我收 说明他一定没收到过 列车员的手里 那如果是别人打开列车员的箱子 去用这个东西的话 他怎么能想到整个计划是什么配合的 他怎么能知道列车员箱子里 恰好有重金属吸气 对 危险物品箱 箱内物品1月30日之前没收 这个东西不是今天放在这儿 这是昨天的 之前 他起码是昨天之前放进去 今天是31号 所以有人在这个车上利用了这些东西 现成他不是带上来的 要么就是他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在里那 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唯一最有化学常识的就是你了 但最了解这些东西是有什么的是他呀 是潇洒呀 但是这个东西是放在公共区域的谁都能开他 他上面有说明确实 他在公共区域 证明任何人只要看到他都会 都可以用 都会动这个外星所 首先第一 他要确保 只有死者去那个洗手间 这个是确定的 对吧 别人都不会去 因为别人都不会去 他怎么知道中间不会有别人去 因为那个洗手间确认了只有外人能去 每个人你们都有自己包厢的洗手间 乘务员呢 乘务员有乘务员洗手间 专用的厨师呢 厨师有厨师的洗手间 若吸入重金属气体 会致头脑混乱 所以你刚才看到的那个视频 他去喝牛奶之前 他是从哪奔过来的 能把那个视频 我们调出来看一眼 视频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 餐厅是空白的 大概是几点到几点 从20开始的 呃12点20 那从20开始的 好25分的时候来的 这就是厕所方向吗 应该 那脸强强走过来了 已经有反应了 他是奔着牛奶 但是我知道牛奶的东西可以很晕 25分的时候喝的 他喝了几乎是很多 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喝水吃奥利奥跟咖啡 对 刚才的时间线里面 最后见到他的是你 11点50 对吗 对 然后你偷拍了他的视频 嗯 从11点50过后 就没有人 看到他了 在你们的供述中 对 诶 称呼员 12点到12点半寻查 没有来餐厅吗 路过了餐厅 没有发现过异常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监控的是从12点20开始 平时都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监控我觉得是有可能被 凶手已经做了手脚了 因为请注意啊 他如果在后面做了什么 比如说他去拿那个药箱 放那个药 造厕所 这边拍不到的 他是餐厅的前头 后头这个监控是看不到的 嗯 但是我 我是真的觉得因为这段时间我这里是没有人的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我的 我的休息室 删除了20前面的东西 这个人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座位 什么时候去的洗手间 我们都不知道 没有 所以前面一定凶手把关于自己的东西删掉 删掉了 我觉得 走吧 这个路上如果有东西 那嫌疑就在我们身上了 不一定啊 有人可能 诶 诶 这里有一个电脑诶 诶 有针 有一个针 针 快打开我们去我们房间 我们房间很高级 到一个宽的地方来 这里有一个电脑是 是 列车工作电脑可在此 列车工作电脑 刀刀 你是对的 被删掉了 我说的对吗 对 那这个针是什么意思 但我们不 我们发现了一个针 它是这样 这个电脑和监控室同步 然后它这里是可以删除一些东西的 是被做了手脚 它是拿着针筒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总不能是拿 多次一句把药放到针筒 我往牛奶里扎吧 这是你的是吗 对 我们四个被称作学校里的校草 它跟我们玩得非常好 这个照片吗 我知道在哪 我去找 对 啊我们第一次见面912 912是吗 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哎呀 它这里有一个被烧坏的抖音娃娃 还有一个 怀表 打开了是 啊 啊我妈妈 我的继父对我的亲生母亲家宝 我妹妹 在2002年1月31号的事故当中 丧生了 哥 妹妹 哥 哥 小树人 你为什么当时不肯跟我跟妈妈走啊 因为我在玩啊 我玩一玩我被拖回家 然后当下我只看到 呃你跟 你跟妈妈被打 但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死 我就被爸爸带走了 你怎么逃生的 为什么车上会有你 我 我躲在最尾 尾端 车端的最尾下 对我躲在那里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为什么有人会说你已经死了 你那个 我没有死我后来 后来我我我被救起来之后 我就在医院 然后醒来的时候 有人问我是不是真小妹 但是我怕我那个真话学会 回来找我 我就说我不是真小妹 就是上车的人里有真小妹 但是 幸存里面没有真小妹 所以算在失踪人员里 你中间有失忆吗 我没有失忆 但是我被救起来那段 我不知道我怎么从火车上离开的 这个也开了 那个也是 也是922 922 这里面写着18年前的北方慢车号 我可是见过真正的车王私生体 他穿着红衣服 鼻尖有颗痣 真正的车王私生体 鼻尖有颗痣 好想找回丢失的记忆 红衣服的小孩的鼻子上面 有一颗痣 这是我记忆功仅存的两个方面 啊 他旁边还有个蓝色衣服的小孩 我看你挺像那个蓝色衣服的小孩 看来你假冒了车王儿子啊 还是车王 你是那个蓝衣服吧 哎 你这衣服看着就挺蓝 好不会当次富二代 还是假的 还是假的 哎这都是你的了 哈哈哈 拿着吧拿着吧 拿着方程来着方程来着方程 我给你留点吧 对对对对 是见者有份吗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车王的太太是吗 不是 这个是我妈妈 就是当初车王 刘太太 对当初就是死了的刘夫人 当初车王呢是有私生子之后呢 他没办法把私生子养在家里 然后他跟我妈妈关系很好 于是就把私生子 寄养在我们家 然后每个月给 就是让我妈妈来照顾他的私生子 然后每个月来打钱 然后直到有一天呢 甲车王 然后就说 因为他说说 我要我可以承认我有私生子了 他就来接 接私生子的时候呢 让他就一直在哭闹 就说 那我要把把我妈妈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的妈妈 然后还有我一起带走 陪他玩 然后呢 那甲车王说好啊 就把我们一起带走了 然后当时他有一个信物怀表 当初呢 就是这个怀表其实是信物 是挂在他身上 但有一次打闹的过程中呢 他惹我生气了 他说 你别生气了把这个借你带好吧 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当初发生了爆炸的时候呢 在你身上 对 我在车尾玩 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出事 但是我被炸晕过去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呢 甲车王那些手下 就看见我有怀表 就以为我是 真正的私生子 我是私生子 然后你就将计就计了 我当时一看说 我妈妈也不在了 然后跟我一些 从小长大的朋友也不在了 我当时也以为他死了 对吧 我也没家里人了 那我说也希望有人照顾我 那我就说说 对我就是私生子 然后呢 我就一直在扮演这个身份呢 然后扮演到现在 但是我之间一直不知道 他还活着 所以你小时候画的那个 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穿蓝衣服的一个穿 红衣服的小孩 其实就是你爸爸把你接走的情形 那推下去 就是说他们都以为我一块被炸死了 但实际上是甲车王把我推 把我救了把我推下车了 但没人知道这事 没人知道这事 正好我也失忆了 我可以把我时间线完整说一遍 我上车之后呢 我太太就去吹风了 我11点20去找他订餐的时候呢 旁边那个流浪汉就突然跟我说 就说我刚刚那段话 就说我知道你是假冒的 给你一个账号 你给我1000万 你如果不给我1000万的话 那我就把这事也说出去 那我当时呢 第一天这事我肯定也慌 然后我就说给你杯咖啡 先稳住你 稳住你完之后 我就回来就想 我要是给你钱 你要万一一直来的事要挟我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对吧 然后呢我就决定说 要不我弄死他就 但是我也没有想好怎么弄 因为事发太突然了 结果我就一直在房间想啊想 想着想着的时候 我就听见一点多钟 然后再说说 哎呀死人了死人了 我就出来看他死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几个人都是临时遇见他的 像我是11点50 你是11点20 你也是11点20 10点半 你是10点半 11点15 你是11点15 11点半 你是11点半 你是11点10分 11点10分 所以今天在场的所有嫌疑人 没有一个人提前知道真流浪会上这个车 不知道 真化学要上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他为什么那么快的可以准备好纸条 他的指向性是你们俩 而且请注意他的行李里面有一个 至少是有一个他的八卦球款 是关于他的新家故事的 所以他早就盯上他了 所以他其实来是来勒索他们俩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到我 遇到你 遇到肖 遇到张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疑点 为什么你们在清醒之前 都有一段很奇妙的失忆 所以我一直在想 第一起案件 就是列车上的一个案件 到底是谁干 真化学说不是他 我仍然认为 第一起案子也不是真化学干 那还有谁呢 先一对一吧 你找谁 先让鬼吧 鬼去吧 一对一审问 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 OPPO Reno3 Pro 5G视频手机 做吧 暗情高能到手抖 稳定拍摄 靠Reno 你的动机是什么 我的动机呢 就是怕 他呢 会发现我是 甲刘的 杀父仇人的女儿 然后我就没有这样有钱人的生活了 你是这么一个现实的人 对 这么一个没有追求的人 对 就为了宽质什么用的皮草啊 对我的人设是这样 碰上一个好老公很不容易 所以不想失去他 对 就这么说多好 对 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感情 为了感情 你是真喜欢这个人 我是真的喜欢他 没有没有让他戴那个绿头盔 绿甲靶或是绿 绿 从帽子直接升级为头盔 所以在你的印象中 你一直觉得 真化学 就是 你的父亲 对 他是继父 而且 你一直以为 最早的那一次火车上的事故 是他干 对 所以你就一直觉得 自己的继父 既是一个家庭暴力的恶魔 与此同时 又是一个制造火车惨案的人 对 你知道他打死你妈妈这个事吗 我只到那时候 哥哥跟妈妈 在地上没有了动静 你怀疑谁 我怀疑 我怀疑 张吧 为什么 你没有为什么 你知道我不怀疑你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在你的证据当中 你是知道死者 不喜欢喝牛奶 对 所以 你是很难会想象用牛奶去杀他 对 对 那你要叫谁呢 我要叫一个你怀疑的人 好 张张 去吧 就是那个针管 因为牛奶瓶是可以反复开启的 对 没有必要用针管 对 牛奶瓶不是密封的 那个针管是在谁那儿发现的 那那个电脑一起 使用过的一个人管 是在公共空间是吗 对 我觉得有一个疑点就是 因为你距离现场 死者死亡的地方 最近 是最近的 所以如果你要作案的话 你对空间的把握是最清楚的 更重要的是刚才发现针筒 和那个监控录像的地方 也离我很近 离你很近 就在你的厨房外面 假设是我的话 如果我提前的话 我需要经过探测这个环境 我会从这里边传来传去 那个电脑就在你的厨房外面 你可以通过那个电脑同步监控 而且通过那个电脑 你可以篡改这个原始文件 所以如果是你准备好毒牛奶的话 你既可以通过这个电脑去观察 死者有没有中圈套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脑 直接把自己之前下毒的过程删掉 我说的对吗 没错 只能说从空间的角度上是最近的 但是在整个作案的逻辑上 大家是同等的 那你帮我分析一下 如果不是你的话 你最怀疑是 我现在只能从动机角度上去看 就是我们的动机产生了太突然 来不及布局 都是临时今天在车上见到他的话 如果真的是要极限 就是说动机很突然 并且能快速布局的话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对列车相对了解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对化学了解 对 所以从这两个方向的话 还是好成和 别说这样 我们要看那个针管里面 有没有毒 有毒吗 那试试试一下 能出来吗 哎呦 这个真有毒 真是有毒的 真是有毒啊 基本上死者身上有这个 但是关键是 这个针扎到哪去了 那何必多此一举呢 你们要换个地方一对一 还是要 好 我就找陈吧 那你去吧 你们俩去吧 你怎么有这么丰富的化学知识啊 巧合 你知道这个现在对你来讲 非常不利的在哪 非常不利的 目前杀人手法 他是先用重金属 作为幼儿 让他中毒 他中毒之后 他是知道 他是一个化学老师 而且他也料定 他中毒之后 自己一定会跑去找牛奶 所以在牛奶里下好毒之后 等着他 所以你的化学知识 是目前最符合杀人手法的 我怎么会知道那些东西在车上 因为在公共区域 那我没有必要用那个东西杀人 我杀人 因为你化学好 别人都想不到这一层 但是问题是我没有拿走那个本啊 我杀他的动机 就是因为他早上去我那房间 然后发现了我那个本 他要拿那个本举报我 对吧 所以我要拿回那个本 我要不销毁那个本 我杀他也没有用了 还是会被你们找到 你的本你巴不得地在他那 你这样可以栽赃给他 怎么能栽赃给他呢 感觉好像是他所有的记录啊 那个是我自己记录的 对啊 你们看到那个本 你们肯定知道那不是他做的呀 对吧 没有 那是我记录的 刚才所有的人一开始都以为那个本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作案记录 因为在江湖上所有人 大家都脑海中 各种新闻报道也好 通缉令也好 大家都知道 过去很多起案子是他干的 所以那个本出现在他那儿 谁也没怀疑 所以你完全没必要拿走那个本 你要拿的是那封举报信 但你没找到 那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有举报信呢 因为他说了他有举报你 我不知道他有举报信啊 所以你最后告诉我你怀疑谁吧 我觉得比较怀疑的是 就是对火车比较熟悉的 列车员和厨师 对了 好 帮我叫列车员 潇洒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对你很不利啊 餐厅里边有一个公共区域 里面不是放了好多被没收的东西吗 对 现在好几个人都认为 最熟悉这个区域的 或者说对这些东西最了解的 最能够立刻想到利用这些东西的 就是你 但是这个东西是危险物品的那个危险箱 它就摆在那里 然后上面就贴了一个封条 就说是危险物品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去碰它 都可以去开它 它并没有一把锁一把钥匙 指定是我才能打开 而且还有一个对你不利的点 嗯 就是12点到12点30 半个小时的巡逻 半个小时的巡逻 对 你的半个小时的巡逻时间 对你来讲是作案的最方便的时间 因为在你巡逻的时候 首先第一 你的这个巡逻时间是贴在你的玻璃上 所以如果凶手作案 它是不敢选择在这个时间作案 只有你知道自己12点到12点半 嗯 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在车里晃来晃去 而没有人会怀疑你的 嗯 而且你也知道 在七车厢和八车厢连接的地方 还有一台备用电脑 是可以同步查看监控 并且修改监控 嗯 这些条件你都符合 但是如果说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透明时间都公布给大家了 我怎么可能选择在这个透明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呢 你就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但是我我杀他的动机并不强烈啊 你的动机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失去的左手 失去了我的左手 失去了爱情跟理想 好 好 帮我叫叫一下盒 身上没有找到针孔这件事情 就很难受 他会咋打到哪呢 哎这个不是 可能是一个就是正常情况下能能能能看到的地方 可是你想想看他一个就是比如说清醒的人 怎么会允许人给他扎针呢 啊 这个针罐 是留在了删监控的地方的话 那说明这个针罐是 也就是说他在监控范围内做了什么 他才要删掉监控对吗 对对对 这里面就包括比如他给牛奶牛奶下毒的过程 就因为他的角度是这个角度 牛奶就放在这儿 任何人都必须得删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动作 对啊对啊 哎不对删完了之后那个电脑放在那了对吧 放在那了 那放完了之后 嗯如果是那边的人做的这个事的话 如果是那边的人做的这个事的话 那边就只有我们两个了耶 那边就只有我们两个了耶 还有我呀 我的区域在这 有这个逻辑没有 他的他的点是对的 他的点是对的 对啊 我可以做吗 你站着吧 你站着吧 刚才刚才张有个非常贡献的想法 把嫌疑人锁定了 就是甲刘和他自己还有 吴漂亮 因为监控对着那边拍 12点20到1点 他删掉之后他没有办法回去 但是你的这个前提就是 你们把削排除在外 因为潇洒在他的控制 潇洒一定不会 因为潇洒直接可以用他的电脑 他没有必要用这个 对啊 潇洒一定不是 为什么 然后呢 为什么 这个电脑那就是障眼法是吗 因为潇洒的条件太充分了 他12点到12点半他出来寻常 然后他知道没收的那些药 他知道没收的那些药 然后他又是可以最熟悉 所谓的这些监控怎么操作 那怎么可能是他用一个完全指向自己的方法去做案呢 潇洒我觉得是一定可以排除的 所以12点20到1点 这段时间餐厅里是没有人出现 对 人要么在这边 要么在这边 所以到1点05分 我们聚集的时候 都是从那来的 从这边来的人和从这边来的人是没有办法相互换位着 对 我交流了 总探呢 最后一个问我是不是觉得我最没有嫌疑啊 我是问了其他所有人怀疑谁 最后他们说都是你 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位置非常得天独厚啊 对 首先这是你单独自己的一个包尖 嗯不 这准确来说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的包尖 因为你老婆出去两个小时去吹风 12点20回来了 12点20恰好是监控开始的时间 不准确来说是我们可以判断为 凶手把监控删掉的时间 对 嗯哼 现在删视频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完成 第一 在销的房间里 嗯哼用主机删 对 第二 用备用电脑删 我更觉得是用备用电脑删的原因是因为 针针管 是一定是凶手留下的 凶手把针管放在了删定删东西的地方 如果是备用电脑删掉的 那这个备用电脑是扔在你们这个区域 嗯 很有可能就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凶手 嗯 你你老婆和厨子和厨子 12点20那时候把所有的监控删掉 然后重新开始录制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的话 只有一个人能是凶手 鬼 为什么 因为他是12点20回来的 嗯哼 他回来的路上 刚好有人在删监控 就撞上了 对吗 不一定啊 因为监控那个电脑是个 是个是个笔记本电脑 他不一定站在那删 完全可以厨子厨子把它在厨房里删 删完了之后他把电脑扔出来 那这样的话起码我也没有嫌疑 对吗 因为12点20我老婆就进来了 我不可能等我老婆进来之后 暴力笔记电脑再把它删掉再放回去 对吗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萧在12点到12点半是在全车巡视 对 他是不在自己房间的 所以这边的两个人 从12点到12点半当中 他也有可能在12点20进去删这一年 但是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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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凶手还是要跑过来把针孔放在里边 那针管一定是凶手留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判 你不确定针管是凶手留的吗 因为针管里有毒 牛奶瓶里也有毒啊 死者光光光光 这就一定是凶手干的呀 凶手下毒呀 只有凶手毒已经只在凶手手里 所以说牛奶里边有毒 这牛奶就是凶手干的 针管里边有毒 这针管就是凶手干的 对吗 还有一定有什么都没找到 不是那么简单 我现在觉得刚才那个逻辑有点不对 听不听完这样 你说那个监控那个逻辑 如果是那边的人的话 他在这删完了视频 12点20到一点之间 他怎么从这边回到那边去 对 他回不去 两边都有电脑可以做这些事情 因为12点到12点半 他的门是开着的 对 谁都有可能进去 也有可能是这边的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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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10点2 12点20这个节点是重要的 咱们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只能扇到12点20 我觉得 如果是这边的人的话 他可以全扇在门 所以 如果是我操作这个电脑扇视频的话 我为什么给你们看12点20之后这个 嗯 我没有阻碍啊 我随时可操作啊 我一点完了之后 妥妥的我一扇 全扇干净了 我说哎哎死人了 嗯 不更好吗 嗯 同样的他的嫌疑排除 为什么呢 如果是列车员自己操作的话 他也没有死啊 他可以扇得干干净净 我随便扇啊 我都可以扇 就是作为凶手来说 没有保留这个人死亡过程的这个必要性 他既然有删监控这个行为 就说明他是 有意识地删除对自己不利的监控 但是他没有办法删除全部的监控 你明白吗 这才会留下监控这个 要不然他逻辑就不私下了 逻辑怪 非常有逻辑 为什么保留12点20其实阻碍还是一定他 他没办法接近山监控的这个地方 对 12点半消散他就在自己屋里待着了 我已经进屋了12点半 这就是为什么他后面 他很有可能是在他的屋操作的 因为他只能弄到12点20他就赶紧走 对他很有可能就是在我回去之前 那个时间那半个小时 删干净了 对所以解释了他为什么12点20之后 就留下了这个团 那如果按这个逻辑盘的话 其实是排除这边的 就是那边的人 对 哇 太难了 那为什么针筒跟这个电脑是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同志们啊 同志们 还有证据我们没有找到 大家好好找一找啊 本趟列车自取牛奶为仓库提供 发车钱会提前摆好 十点一刻我们上车之前他就摆好了 这 啊你们谁喝了这个奶啊 这个上面有个针孔吗 诶这上面真有针孔 谁喝过啊你们 我 这你喝的 我刚喝的 好渴哦 好想喝水哦 我要喝个牛奶吧 我刚好渴 我喝的那个奶有毒吗 不是我喝了哎 来来来 我刚喝了我真的喝了 试一下这个吧 有毒 哪一个哪一个 这里面有毒 这所有牛奶都有毒 那对啊那他就是牛奶下毒对吗 他得保证他不管找到哪个毒 我刚喝了那个牛奶 不是我喝了 他在这里边下毒的意义又是啥 保证他不管口 就是他他这个人一定知道牛奶是解毒的 所以所有的牛奶都下了毒 所以他最终一定目的还是说 这个逻辑就是重金属到牛奶 这逻辑是没错的 你们都没有想过我等下半个小时我会死吗 你只有半个小时了 天呐 妹妹 哥我不想死 为什么要死 天呐他只有半个小时了 赶快一对一 赶快那个集中讨论 那赶快集中讨论 不然我要死了 先走去讨论吧 我傻眼呢 亲爱的朋友们 因为这个车的设置 使得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迷惑了很久 这件事情就是 到底凶手是在哪一台电脑上面操作的删除视频 现在有两个方案 第一是在潇洒的工作间里 凶手能够趁12点到12点半潇洒出去巡视的过程 来完成删除视频的操作 第二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台笔记本电脑 那台笔记本电脑和这台主机可以远程同步操控 也就是说每一台电脑操作的结果都会体现在另外一台电脑 嗯 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 我们觉得如果光从电脑看很难判断 但如果结合重金属 再结合那支针管 我觉得应该就有些眉目了 各位说说你们的想法 首先当笔记本电脑和针管出现在同一空间的时候 我觉得凶手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两个讯息放在自己的同一侧 有人故意用那个笔记本和针管转移视线 所以这样的话更指向是 销 陈和我这一侧 也就是6号车厢 另外还有一点支持这个佐证呢 是在厕所里面使用的重金属的这个药瓶 对 挥发物 它被打开长时间挥发了之后 但是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是盖上的 对 这就说明后面有人把它盖上了 也就是说我更倾向于是6号车厢的这三位 这是我的判断 比较可信的是6号车厢这三位其中的一位 在作案的过程当中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比如说它在这里面首先用针孔把所有的没有开封的牛奶 为了以防万一它全部打入了毒药 同时放在外面的公开的这个牛奶也打了毒药 同时还打开了没收的伪金物品的箱 找到了重金属的这个 放到厕所里面打开盖 然后它把针孔扔到了跟这个笔记本电脑同样的一个橱柜里面 然后它回到6号车厢这边 在12点到12点半 潇洒不在它的巡逻室的时间里面的时候 它进入到它的工作室 在台式电脑里面删除了监控 然后回到自己的空间 我觉得就关于回去再把盖子拧了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死者死者自己拧了 有可能 就是它发现这个东西它就拧上了 哪怕说它进去闻见味儿了 它是不是也还是先找个这味儿试试啥吧 然后一看看见了那个东西 一看是重金属 然后它才能知道赶紧去找牛奶 对 我问大家 打药往牛奶里打药是12点以后的时间吗 或者11点50以后的时间 所以11点50是最后是你看见死者三天 在哪里 对 我更倾向于凶手是在11点50到12点之间 给牛奶打药 因为他知道12点到12点半 列车员会出来巡逝 他那个时候打药太危险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掌握了列车员巡逝的时间 在11点50你最后看完死者以后 到12点的这个空档里 这10分钟 但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在那儿在厨房给每一个牛奶打药的时候 你当时在哪儿 在厨房里面啊 他那个是外面的 八台你完全看不到是吗 看不到门是关着的 呃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当时你流浪汉他人他一直在餐车里面 对啊 他一直在餐车里面看着人往牛奶里下药 他不避这人吗 那就是他去厕所的时候他下了药 我还有一个问题他就是堵他10点20 到案发的时候他一定会去上厕所是吗 不是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必要控制这个作案时间 他在这个时候上厕所就上厕所了 再过两三个小时就上厕所了 结果是一样 他早晚得去上厕所 他只要把他之前准备的过程删掉了 后面他案发的过程哪怕拖到三个小时 他在案子完成 只要他自己没出现在里边 对 就完了吗 有道理 还有我认为其实萧的这个 潇洒的嫌疑是可以排除的 就是他保留12点20之后的这段的视频是不 没有意义的 不合逻辑的 如果我要删我肯定删干净了 对我自己更好 其实之所以保留了12点20之后原因就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那个人他不得不离开我的房间 因为他知道我要回来 12点半要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一边的人 就是排掉你最后的那两位 对 何素和好陈 我们听陈说一下吧好不好 陈因为现在我觉得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是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怀疑你 我想听听你讲你的想法 我是觉得如果是我杀他的话 我肯定会把那个他要挟我的证据拿走 这一点你在跟我一对一的时候反复强调 但我反复告诉你 我们在第一次看到那个本子的时候 压根没想到那是你的本子 所以你把它留在死者身边 反而让我们一直觉得那是死者干的事 你一开始看 我们一直都被迷惑 都以为那个本子里记录的是死者的 你一开始看那个本子 你就知道不是死者的对吧 没有 我只是有这个猜测而已 对啊 因为那上面所有的字迹也是我的呀 有一点有一点点道理 你们俩存在一个互相嫁祸的过来 你们俩既然可以互相嫁祸 所以那本子在他那儿 你不拿回来也是对的 我担心的不是他嫁祸我 我当时九岁他根本没有办法嫁祸我 对不对 你认为一个九岁的孩子 会做一个化学化学事故吗 不是后面的所有的呀 对那后面是我做的 所以我最重要的是 要把本子拿回来呀 所以你留在那儿嫁祸他呀 如果我这样嫁祸他 那我没有杀他的意义了呀 我杀他干嘛呀 他能要挟我吗 他就不用举报你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有举报信呢 你觉得 你不知道他有举报信 所以你以为你杀了他 他就没法举报你了 结果没想到 他留下了一封举报信在被子里 你没翻到 如果知道有举报信 如果你是我 你杀了他你会把本子拿走吗 我不会 我不会 因为人已经死了 他不会说话 我杀掉了他 然后把这个本子扔在他那儿 然后没有人 都会以为他干完了所有的坏事 现在被人干掉了 大家都会觉得替天行道了 有人 那那有没有人查凶手 查凶手但是 没有人会举报你了呀 为什么 因为他死了 没有人会查到那个本子是我的吗 那个本子上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你 自己啊 那他完整可以把本子拿走 然后 更难 对 留下本子必大于力 确实是 留下本子 留下本子更 更期待留下本子 还是有点危险 我觉得萨萨那个说得通 但是陈这个也说得通 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是不是等明天早上到那一站下车 然后把 把那个化学炸药炸了 更更方便 你如果炸了化学炸药 那就证明之前的真不是他干的了 另有其人 为什么他也在车上呀 他没有死啊 有道理 但 刚才你说的这些 我觉得不能完全 就不能排除我 对吧 对 我觉得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 就是放与不放本子 其实都是可接受的行为 而且 作为凶手来说 我还是认为放本子 其实是必大于力的 它有一定程度舒服 但我不认为 能完全排除它的可能啊 那我们能不能以同样的方式 来盘问一下合宿 就如果是他做的会怎么样 就因为刚才已经盘过一轮 跑沉了 我这样 我只能把我的时间线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 10点一刻 跟贾刘和 吴漂亮一起上的车 然后上完车之后 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然后 到了11点50的时候 我去订餐 然后我才发现 遇到了 当年杀害我妈妈的 和我妹妹的 杀人凶手 你是11点50 跟他见的第一面 我才跟他见的第一面 同时我有视频为证 因为我特别 就是一拘令 用5G视频手机拍视频 双方斗的Oper Reno 3 Pro 拍下了这个视频 我11点50 遇到真这个时间 是我没有办法撒谎 撒谎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遇到他的 我在前面任何 撒一个时间的谎 都会跟你们先后遇到他的时间壮大 我只有一个可能撒谎 就是10点一刻到10点半之间 就是他遇到真之间 我遇到了他 我只有一个这样的可能 你10点15到11点50中间 就没有别的内容了吗 没有别的内容 因为我就在房间 跟大家一样 每个人都有在房间做自己事情的时间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刚才 我们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凶手 去下毒的必要条件 第一 他不能让死者起疑心 而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三个人是被凶手认出来了 凶手要勒索他们俩 要要挟他 他们三个人如果在死者面前去下毒的话 一定不是在死者面前下毒的 他死者 在任何人在死者面前下毒 他都会起疑心 不不 至少疑心不会那么大 因为你没被死者认出来 没有 我觉得那个时间点 你比较好控制的在于什么呢 你是11点50最后一个见到他的 如果在之前 你通过你的观察 已经确认了所有人 都去订过餐了 不会再有人出来了 至少在这段时间 厨房周围是安全的 但问题是我11点50订餐的时间 就是我遇到真的时间 我没有时间 在他遇到了他之后 我再来判断 然后我准备所有的事情 请注意11点50 我遇到他之后 他就在餐厅没有走过了 我什么时候下毒 我什么时候去哪个重金鼠药 给我一个作案的方式 你们现在的对我的怀疑有点矛盾 我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在10点半之前 他遇到他之前 我就遇到他 想到了所有的方案 但这个方案里面 就等于我并不知道 大家什么时间 可以不去订餐 现在你们给我的 两个时间点是矛盾的 其实咱们就是说 作案的那个条件 你刚才说那个 并不需要这个人 有非常高深的化学知识 这个化学知识 我可以告诉各位 牛奶可以解重金属的毒 这是化学课本里的常识 也就是说这个不见得完全只像沉 对 有 有 有一个想法 因为大家都忽略了那个毒药的瓶子 那个毒药的瓶子没有贴没收 所以那个毒药肯定是这个人带上来的 他为什么会随身携带一瓶毒药在身上呢 漂亮 毒药不是车上 对 我觉得潇洒这个精彩 潇洒这个非常解决问题 药不是车上现有的 他是有备而来的 除非这个人随身天天带药 不然他就是知道他要杀的人在车上 他不仅准备了药 他还准备了针管 针管一定不可能是车上现有的 那这哥们准备一瓶毒药带的身上是干嘛呢 我们用排除法吧 大家投票吧 投票吧 好 哎呀 妹妹 妹妹自 妹妹自除知道他只有半个小时之后 整个人就没有魂了 没事啊 哥哥哥哥哥去帮你找解药好吗 对爱是爱是唯一的解药 哥哥给你一点爱 吃个鸡腿 投票吧 好 你在你咽下最后一个位置 别胡说 你把票先投了吧 如果说我们的分析是对的 我这换一下啊 而且他们的房间位置是这样 如果能够锁定在这一层 我个人认为他们两个最有可能 一个合宿 一个好钱 但是 前提在于 谁 上车的时候 会随身带着针管 和毒药 他上车想要干什么 针管和毒药是为谁准备的 如果陈 已经在他的行李中 带了作案工具上车 而且已经有想在车上 制造事故的企图 他为什么还要带毒药 就这么着 六个人 我们能排除法来说 那我觉得 更倾向于所有的办案是发生在 六车厢这边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首先你第一点 你要先从那个 药品箱里面 把中金属的药品找出来 然后呢 再放到厕所 那你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那如果是我们这边的人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一定要从死者面前走过 之后在死者背上的人 才可以去 禁品箱里面 找到那瓶 被没收的中金属的药 那其实只剩下合宿跟好沉了 嗯 合宿跟好沉 我觉得 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潇洒说的 这个毒药不是车上的 一定是有人有备而来 那我觉得 有备而来的一定是 接受到要挟的人 所以 夫妇两个人是 为真话鞋要挟的 但是 我觉得吴漂亮已经 误喝了这个有毒的奶 所以我觉得排除她 那剩下的就是 她的丈夫了 应该是你 好 好 今天是我在明星大侦探的 投出的第一票 我们今天晚上推测 那个凶手 是在六车厢这边的三个人 就是在好沉跟合宿之间 我一开始非常怀疑 合宿 因为我觉得合宿她的杀人动机 非常的明显 合宿想要为自己的妹妹报仇 然后也为自己的不幸的童年跟自己的母亲报仇 所以她杀了这牛浪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可疑的点是 什么样的人会随身携带剧毒在身上呢 简单说两下吧 然后大家中间有了各种各样的推论 比方说这个瓶盖是怎么拧的 还有下毒的时间究竟是什么 还有谁知道真化学会上车 我认为最有指向性排除的一个证据和逻辑 其实就是监控 只有在六号车厢的三位 基本上就锁定到两个嫌疑人 合宿跟好沉 因为他们之间实在找不到死证 只能从他们最后几题讨论的时候的玩法跟逻辑来推演 好沉整个过程中表现的比较慌张 然后她关于本集那个辩驳 并没有说服我 因为她说服的那个太仓促了 然后合宿我中间对她一度有很怀疑 因为我觉得她带节奏的形象很明显 她坐在那儿就先点了一句 自己很清白的想听好沉盘盘逻辑 虽然好沉一下就慌了 但是我就觉得何老师这个节奏带的有点有点猛 因为她自己是被我心中锁定到的两个嫌疑人之间 但是后来我就主张咱们也盘一下何老师 让盘和老师虽然何老师的信息非常少 但是能在那么少的信息里面完整的回答 而且没有编一些多余的事情 我觉得她内心还算坦大 何平津大吉大利 祝我今天顺利破案 投票了 我呢我想说一件事情 会在公共区域放牛奶下毒的人 会是谁呢 我们四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所以他们应该不太会害我 那就是觉得害到我 他觉得没关系 我死了也没有关系 会是谁呢 就是这个人 如果我怎么样了 他不会有任何伤痛的感觉 哼 今天这个案子呢 比较精彩的地方是在两边不同的区域 都有一台可以控制真空的电脑 然后两边呢都留下了一个只有这边的人可以留下的证据 这边是一个针管 这边是一个拧上的盖子 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应该是迷惑大家的行为 我个人在想呢 其实比较难的是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挥发的这个盖子 它为什么要被盖上 甲刘呢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是 真化学闻到这个味道之后 首先第一个下意识的把它盖上了 然后再跑出来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 当一个人已经有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 他不逃离那个环境 还在那找那盖子 我觉得不是特别科学 所以呢 在这个可能性上 我还是比较倾向是凶手 怕这个门没有关炎 然后这个毒气不断的再继续挥发 会被别人发现 所以后面找机会去把它盖上的 那么有两种可能 一个可能是 六号车厢这边的人 在监控拍不到的情况下 是盖上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在八号车厢和厨房的人 为了嫁祸给六号车厢的人 那么我个人觉得 就是后面这种有点难实现 那么我比较倾向于是六号车厢这边的人 那么因为不是我 所以我投给 对 对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畅想这熟悉的旋律 有一种不相的预感 今天的歌词应该改成 有一列不相的脸 这个 我们首先 我建议大家 我们把爱送给我的妹妹好吗 我的妹妹 哈哈 好来吧 去宣布 美丽的团 明星大侦探 第五季第十一案 北方慢车谋杀案主 究竟 谁是上司真话学的凶手呢 谁谁谁谁 我死我 现在公开 投票结果 首先 公开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 就我了吧 获得零票的 有三位玩家 肯定有我 肖肯定有 来零票 首先你站出去吧 获得零票的是 吴漂亮 还有两位玩家 获得零票 他们是 肖章兄弟 对啊 对啊 喝酒 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块 这个CP名一下不一样了 我们第一期的时候还紧张 现在变肖章 肖章了呀 咱剩下的三位玩家 也就是 甲刘 何素 还有好陈三个人当中 来我们往前一步吧 究竟 谁获得的票数最多呢 首先 宣布侦探的第一票 别这样了 别看我跟我没关系 这事 你说我就跳窗 侦探穿得跟这个窗帘一模一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把把奶给我拿来 可以考我以示清白 侦探的第一票是 好陈 哦 第一票多 我 我 哦 有费哦 班奶拿来 哈哈 我以示清白 好来吧 在剩下的七票中 获得票数更多的玩家 他就是 再假装认定 再假装认定 好陈 请将好陈关进笼子 多给什么好陈吧 就是他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哈哈 什么可能 笼子在这里 我的炸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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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腿长 哦对 不要忘了他可以腿 不要拦着我 我怎么这么笨 你是要喝奶 还是要喝咖啡 谁投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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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你都投我 投合宿的 是侦探的第二票 之前我一直在怀疑陈 但是现在 当两个人都有可能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毒药 我解释不清楚的时候 我还不如学学以前的侦探 分开吧 试一次 看看如果两票分开 是不是几率会更大一点 万一 对一票 对吧 万一对一票 什么呀 我不是学你吗 就分散一下 既然你们都锁定这边三个人了 学你们这样保险一点 好吧好吧 聪明 聪明聪明 只有肖战奶特认真的捧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是不是 好陈是不是杀死真话学的真凶呢 学你们这样保险一点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有几位玩家进行了三搜 有一位玩家找到了关键性的证据 哇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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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根据你找到的三搜线索 来宣布 你的关键性证据 关键 关键性 你就先说事情 你要你要 是不是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吗 你就先说事情 你要说 我 我宣布啊 我宣布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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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聚成功了 早知道第二条我投他多 你看你 我在那个好城的那个房间 我在好城的灯泡里面 发现了被烧毁到一半的一个黑口罩 口罩 这个黑口罩就很重点了 因为凶手在厕所放金属元素的毒药的时候 他自己肯定也会吸露 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需要有遮挡 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等一下 等一下 慢点 慢点 你拿完金条 拿完金条再走 拿到金条了 拿完金条再走 好好好 耶 祝贺祝贺 没办法降灯 你失败了 快快 发金条 对不起啊 何老师 咱们俩这么多气 为什么最后一票投你 我来 没办法听你们讲那么多 快 金条可以让他复苏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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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件事情 重要事情要告诉你 你的死也要算在他头上 因为从法律上来讲 他就叫间接故意杀人 他把所有的奶里面吓了毒 不是 我现在听不到了 你们要很激 来 3 2 1 他怎么撑掉了30分钟 快把我妹妹的金条拿来 金条 活了 来 让我们这样 把这根金条烧了 祭奠我们的 难道 妹妹 给你拿着 妹妹 你想凉不凉 凉不 你要不要靠在哥哥身上 不然你靠在哥哥身上 这样 妹妹 这根金条 你过奈何桥的时候 我会握着紧紧的 对 作为买路钱 你没投对吧 我投他 都投对了 不是 我想说 说一下我的理论 现在我妹妹 我妹妹炸了 炸了 他想说一下 为什么我投他 我说完我再 我再 因为呢 这火车里面 我会喝到那个奶 最想毒死我的人是谁呢 这些人都是我的 最喜欢我的人 只有他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他毒死我 他无所谓 又一样肺病 来 看我身上 看我身上 这是 这些人是谁 谢谢各位 那来吧 感谢爱情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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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案情高能到手抖 稳定拍摄靠Reno 感谢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抖音远万月 还半按脑洞打开 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你这句这样可以播吗 哈哈哈哈 唱看大吉大利 队友就要联在一起 感谢和平精英手游 对不对 什么东西没听听 和平精英手游 什么 和平精英手游 和平精英手游 对本你们的大力支持 呃 换换手朴了 真的还不如小普家的技术 是否 哈哈哈 你都心不住是一米九的 哈哈哈 好了 谢谢大家 那我们本案也算是高票 高票锁定真凶了 我的妹妹真的离开我们了 啊 你老婆死了 你什么感觉 哎呀 什么感觉 哈哈 对 我忘了 哈哈哈 你忘了 演到最后 哈哈哈哈 哦我的女神 哈哈 我的女神 暗恋女神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站着 是不是显得特别冷酷啊 对啊 但我也没有贵的理由啊 呃 我给大家讲一讲 索性能够安慰我们和告慰死者的是 现在在笼子里的这个真凶 也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因为他是间接故意杀人 而且他不只是这一起 他间接故意杀人 他把毒药放在了牛所有的牛奶里 也就是说只要有别的人喝 也都跟着一块死 但是他不在乎 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对每一个名案 我在乎 每一个人为的事故都是他 所以他罪行雷雷 十恶不赦 所以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我建议 在我们的车到达终点站 能够进一步处理这个事件之前 我们所有的人 为死者 莫爱一分钟 妹妹 对 你看 地图骑车 我是车王的女人 怎么会这样 漂亮到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哥好沉吗 我咋觉得私诚相识 上一次人生中他死了 他有一张2002年的车票 有人改变了过去 穿越 阻止不了好沉 他阻止听音乐阻止不了12 让他来陪我 飞飞 出不去 他什么人啊 快 杀杀快 喝素 家庭暴力呢 它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发生的暴力行为 据全国复联的相关调查 我们国家的这个家庭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家庭 会发生家庭暴力 特别是对未成年人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受害人为什么 很难离开这样的一个暴力环境 那么跟他们所处的 这种多重困境 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 这些受害人来讲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叫习得性无助 所以这样的一种 特殊的心理状态呢 让他很难能够有勇气 有自信有能力去摆脱暴力环境 那么对他这种社会环境来讲 还是把家庭暴力看成是家丑 是失事 所以他很难把这件事情 去有效地披露出来 或者是去求助 其实对这个相关的责任部门来讲 反家暴责任部门来讲 他们会认为家庭暴力是失事 很多的时候他的介入是比较乏力 是没有能够给受害人的 给他帮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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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